哈喽大家好我是章鞋 今年呢给大家带来一部 魔改了经典电影 《千女幽魂的千女星远》 影片开始 一个打败妖艳又火婆的女人 在她手下呢在她的作法 原来她就是反变姥姥 在她的召唤下 我认识你小芊呢 给她一美松眼皮下出现了 原来姥姥之所以 花了800年的时间 帮小芊化成人形 这边姥姥呢 实际上是个甜狗 天旁暗恋对象 黑山姥爷 对没错 这么点的大反派 不是黑山姥姥 是黑山姥爷 从我姥姥呢 希望小芊 就杀掉黑山姥爷的 仇人的转世 便拿回个宝贝 花美一转 我们男主 我那这妈这法克 真的 在我看到男主的一瞬间 我都差点以为 她才是黑山姥姥 不过虽然抱着疑惑 但是不要把我侥幸 她的确是宁菜城 她会正当醒来的 教授先生 晚上的时候 小芊突然冲了进来 宁菜城一看大喝一声 恶灵 我宁菜城光明磊落 任凭你如何引诱 我都不会上当的 你赶紧走吧 我陪父亲 去青田当县令 没想到路过 懒若阵时 不幸被山贼所伤 公子快救我 那你肯定就不是恶灵了 那你肯定就不是恶灵了 哈 你这定力 放在现在 那也是 无测在先聊天 现在说还怎样 反正在小芊的攻势下 女神很快放下了戒备 那时候放了解操 一击一块 两个开始展开了 车业的热鸟 感觉那是进入夹劲 从结果一个晚上的热鸟 第二个宁菜城 因此又乱清迷了 没有找他蒙来的仙长 开始给小芊打掩护 结果对方是个好人 到了晚上 聊一会之后呢 突然小芊画风一转 要不你把这个石头送给我吧 诶 这不是有典型的 诈骗黎马 一个愚谋的组织 派出金色姐的小姐姐 麦彩说 自己的爸爸阿姨生病 还主动要晕你 无测在先热鸟 最后说 你要买点茶叶呢 那是不是 所以看一只姐说 也要记得 那不要色色 有些男生呢 你要想想 长得好看的小姐姐 为啥会跟你 开无测大会呢 线下别人看不上你 像他怎么就能 那么容易看上呢 总之还好 搬大小芊问阴翅下 就是提醒说 本次交易有风险 诅啥自己的交易 因菜参呢 就快跟小芊 聊了四次的哥夫 也要进去说话啥的 因为小芊呢 就沦仙了 她开始乐不思蜀 甚至忘记了 劳劳教会 工作也不干了 还迷失了自我 这不又是典型的链闹嘛 女人 也得搞自己的事业 男人算什么 生活的挑剧品罢了 再说自己的事业 自己的工作 多一个经济与思想 贴下任你非呀 得把思维非浅 打个公平上 后面呢 官方说全金菜参 所以你的风险很大呀 对方就是诈骗 但是他呢 就是市民心窍 怎么劝都不行 非要给对方转账 那小芊呢 也是一样 若是个宁菜参呢 就连工作都迟了 又跟宁菜参呢 准备日了 就被姥姥呢 找了过来 又是八百多年的功夫 好不容易拍了个员工 第一次出来诈骗 一个捏话都给我拐走了 他能不弃吗 若是姥姥呢 抓住了小芊 还拿季宣上去看宁菜参 叫人自然不愿意呀 姥姥呢 就靠了他的本体 还需要他的法力 把他给关了起来 这叫什么 污辱从小组织 不仅自己的钱呢 被偏走 还得可有身份证 好在那小芊两个姐妹 他找到宁菜参说 要找到小芊的本体 就能揪揍他 由于宁菜参呢 找到了仙长 两个一起去领界 找到小芊的本体 这让我姥姥呢 突然感到 在互乱中 而保护小芊呢 这个姐妹一位大众 在小芊怀里也绿花了 而姥姥的事实呢 就像是去理发院的卧门 非常自信 抱着七许一甩秀发 因为自己能征服理发师 结果一号技师上了一刀 从头皮切过 我们大叫 师傅你慢点 结果二号技师 过来又是一刀 两人你一刀 我一刀 你一盆点水 他打点蜡 你无奈的 被折着头皮 实际一定是万年聚会 还得在 理发师问 你觉得怎么样的时候 强颜欢笑流下眼泪 说 还可以 反正在这一场 理发师大战中 老车里被击败了 只是打到过程中 这个宝贝里 被封印的黑山老爷 跑了出来 附贞在了心脏身上 黑山老爷呢 面对老老死 也只说了一句话 你的任务完成了 所以就告诉我们个道理 舔狗从骨至今 最后结局都是 一无所有 终于又开始打第二仗 然后你一刀身上看见宝贝 心中默念 你相信光吗 然后就变身了 一样开始了 重极对波 然后画面一转 你一刀醒了过来 为了刚才的一切 都是懵啊 实施了他呢 成了庄园 而小倩呢 在另一遍出现了 就去干啥的 也不知道 而这部电影到这里 就全部解说了 我看了一下 这部电影还有第二部 说出他们前世的故事 反正也是很扯 但是你把它 到仿杂案里看 那也其实还不错 概念的步伐 自己去看一下 我就不给你们解说了 好的 本期视频就这样 当然也不要关注 我这边下期 再见